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有省过你巴掌 我要看 曾剑做过回转 他这样扭我就会想说 我不要用暴力跑回来 我就用别的方式 什么是什么 就墙囊啊 蛇啊 他们就要在今天 请大家见证他们的感情 观众朋友们准备好卫生纸 等会儿会让你笑中带泪 泪中带笑喔 他这十年我觉得蛮好的 我是对体育这方面蛮热衷的 所以你现在考他 他完全懂喔 你跟他对讲那个对名 他也很厉害 你考我们 洛杉矶 湖人 Clippers 你干嘛 我现在讲两个 他还有另外一个快点 他有快点 洛杉矶有两队 好 夏洛特 洪峰 很棒喔 夏洛特很繁衡 再来 我不是想这样 为什么观众要 游戏解剖吗 他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灶门 还有灶门 盛安东你要 本大师 什么东西啊 本大师 是演员吗 本来无名戏吗 小牛 小牛 不是不是 是 马士 对 他没有帮忙 我还帮忙 OK 所以我们很爱玩这个游戏 希望他们也热爱篮球这件事情 就女生没有再热爱你把他逼到这条路上去 我还帮他们做球衣耶 你知道他就是很喜欢紫色 有方理不会要叫大家穿球衣吗 本来有这种想法 不要提出这个地方 他们开始筹备婚礼了 对不对 筹备了 我们要聊一下这件事情 好 我手上拿的是那个 范伟奇小姐的新专辑 然后这边附的这个是 里面有 对 这个是正式版18号以后就会出 就是一个生日快乐的卡片 因为我今年刚好唱歌十年了 这很适合做企业怪谈那个 就是 不要这样 不好意思 我现在长得比较不像真塔 OK 我承认我出道的时候 我真的很像鬼 就是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你会喜欢我 因为我那时候去上我 才把憲哥下 我知道 那你以为他自己看到鬼 他以为我是鬼 他还问旁边的人说 你们有看到吗 还是只有我一个人看到 因为我那时候 我的头发又削了 对啊 我真的很抱歉 憲哥 我真的对不起 可是黑人有一阵子 范范真的太瘦了 你不觉得很可怕吗 骨感美 就那个时候的她 你也觉得OK喔 OK 可是 范范以前有一阵子 就瘦到她双颊都凹陷了 那阵子怎么了 是忙还是怎么样 忙然后可能专辑还是拍戏 她压力非常大 拍戏的时候 43公斤 对 然后她这样凹 然后她常常到我们家 然后在房间聊天 我有一台电子琴 对 她都会坐在那个椅子上面 然后我们在那边谈琴 然后我就从旁边看 想说 然后好像咕噜了 然后 然后每次黑人来接她 她就会说 咋逼 然后我想说 怎么可能会爱这个人 还有黑眼圈 你超狠的 你又把几环拿下 就说我会不会 真的 真的 所以呈现之后 其实你也是有熬过 蛮多关卡的耶 就变化 这十年有变化 就是体重 那你会干涉她吗 所以你不准再瘦 什么之类 就希望她多吃 因为自己喜欢她营养一点 OK 所以请问 婚礼这件事情 现在是谁在主办 她 主办 她不管啊 不是女生通常都会有很多意见 她说是我主办 但协伴现在比主办大 什么厂商啊 协伴有一些什么意见 很跋扈的吗 妈妈那个教会的朋友 要限师什么的 然后 这可以吧 所以你是担心太长吗 还是 没有 因为我是希望 那天 大家来吃饭 然后很平安这样子就好了 你不要那么多流程 是吗 对啊 因为就不要太多流程 这样子 平安 是 有人唱师会不平安 是吗 没有 请问一下 教堂那个仪式是我们要参加 是不是 一个小时而已耶 所以不会因为加了有念圣经 跟唱师就长达三小时吧 没有 一小时而已 你这也没有礼貌 三小时也应该要演兽啊 对啦 不过她的奶奶和她妈妈 会让我们人生当中 很有不一样的乐趣 就是她弟弟在结婚的时候 他们家就很投入在这件事情 然后我就负责开车嘛 开车的时候 她奶奶从台中上来 她妈妈也在前面 然后开始就在路上啊 去教堂路上就开始 我们来唱诗歌 奶奶的 起恩典 然后她妈妈看情况不对 然后场面不是她的 哈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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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两个就开始 奶奶唱起恩典 她就唱哈嘞 然后我在前面就 为什么妈妈不加入 奶奶唱起恩典就好了 妈妈也想要 能够领导大家唱一些 因为范妈妈觉得 就是当时我们要交往的时候 其实我妈妈就是有说 如果她没有信主的话 不可以 对 可是 就是完全不行 天哪 那很严格 万一你本来就有信仰怎么办 对啊 其实这是还蛮大 所以我觉得她还蛮不错 就是她很快就是 你当时是为了爱而做的 单纯的 那个时候其实单纯的也没有管说 这个宗教会带给我什么样的力量 而只是 我们如果有共同信仰 未来上天 可以一起上天 所以如果妈妈当时 开出了一个宗教 是很特别的宗教 你也是跟着走 为了她 一定 可是你知道 可是你知道 那时候我妈 就是她来我家 她完全不知道什么是基督教 然后我妈就 她站在门口 然后就拿一本圣经说 布拉奇 你要信耶稣喔 我现在念圣经 我念一句 你念一句 OK 来 挡在门口 站在门口 她就一人拿一本圣经 然后我妈妈就说 这样 比如说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逗号 逗号 逗号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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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她就要说 我必不至缺乏 她就 这边巨号换我 然后就能在念 就在那边拍照 逼 逼整 逼 逼念整篇 范范她妈妈 在我们朋友群当中 是一个很 很神圣的力量 OK 因为我们每次只要 人生经历什么大事 然后她妈妈就会说 帮你祷告 然后有一次我刚好 经历感情的创伤 然后就是被那个前男友吓到 我就躲到范范甲 然后就很害怕她妈说 来来来祷告 就牵着我的手 说 祖啊 保佑西地 然后我那时候就立刻大哭 因为我觉得好感动 充满圣灵的力量 然后保佑西地 保佑她 保佑她 西地 保佑西地 齿小胖 对 我妈就会听问 我会吃 对 她会要去想 然后我就忍不住校长 我以前有一个助理是 我以前有一个助理 Andy 是香港的嘛 然后她也是因为 跟我帮我工作的关系 她要开始信祖 然后她跟我们一起 我就是范妈妈 帮她祷告的时候 就祷告蛮长的那种你知道 长到然后我觉得 有点不对劲 然后我就在偷拔一下 就不是闭眼睛 然后偷看一下范妈妈她 她就在看谁 有没有在偷看 有没有在偷看 偷看了 偷看了啦 我就慢慢在闭眼睛 偷看了 她们等一下 我跳过 我直接参加晚上的给你 所以范妈妈在整个交往过程中 有一支在替女儿监看你吗 应该是有 她会传简讯给我 就是 说什么 就是本来是 然后后来有一天传了一些 我想说是发生什么事 一些是什么 就很常她说 今天我去六湖春晚 那个小姐我觉得很过分 然后我想说怎么回事嘛 发生什么 她说 我们几个狮子惠的姐妹 要玩咖啡杯 然后不让我们上气 后来我们硬闯 才知道她们是为了我们好 这有什么好跟你讲的 然后她就附证一些 跟花拍照的那个 很大的花 然后或者跟徐妈妈牵手 然后穿旗袍这样子 每天就是疯狂的花 那你要回吗 没有 我就 我收到的那种感觉 然后没回她好像 觉得我也没收到 然后就一直传 一天大概十几封这样 就包括她的行程 就很多一系列的照片 所以你要回传什么 就是阿姨你们玩得很开心吗 这一类的 偶尔我会讲说 这个蛮好玩的 然后这个可爱 还是这种 你妈妈跟 从来没有在家里跟你讨论过 黑人的事情 你们母女两个没有讨论过 如果她放那个 她拿蟑螂蛇 嚇我 在微博上 她就会打电话给我说 你叫你们 那个蟑螂蛇 给我小心一点 妈妈会生气 我这样笑的你 什么跟什么 所以妈妈听起来还蛮 enjoy这一切的是不是 就 我妈 就好像很早 大概一开始 大概两三年 就开始把她当自己家人 就认定她 那你们订婚的那天 你妈有哭得很严重吗 没有 她还在那边跟我奶奶演那个啊 就是谁才是主角 你是尬圣经的吗 就是要一起牵手 祷告切蛋糕 然后就拍很多照片 因为我妈知道那天很重要 就拍出来照片好多 都突然笑死 因为就是我们全部人都这样握手牵 可是我妈妈一个人是这样看我奶奶 偷看我奶奶 在捣什么 奇怪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是有在比说 谁的祷告词比较厉害是不是 没有 因为长辈在的话 最后就是奶奶会以她为主 然后来祷告 你订婚那天你没去 没有 她只有请家人而已 只有 有安迪哥啊 安迪哥那天 对 刚好有人来 哪是我啊 你一直跟我讲说 完全不会邀朋友 只邀亲人啊 对 都是亲人 那安迪哥 安迪哥 也 真的 好 好像这样子 没有 好 一直在讲今天演这个戏 长不大的很久 今天怎么还要去 没有啦 我觉得她很投入 就是在因为 我们求婚那天她 你自己打电话来骂我 我真的生气耶 她是真的生气 什么事情 因为我老公一直跟我冷嘲热讽 你知道 为什么 因为我完全不知道黑人要求婚 然后是经纪人打电话跟我说 你知不知道黑人跟范范求婚 我说不可能 我说一定是网路在那边留言 然后她说真的啊 新闻却在播这个画面在球场 我说不可能 不然我就赶快打开电视 但是 结果真的她跟范范求婚 然后我就一边哭 然后一边就想说 哭什么 就是很感动 想说既然真的求 可是我又很生气 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 没有 他还是 然后我老公 我老公在旁边看到我在看 他说 你看吧 人家根本没把你发现 他说对 你还说他是你的好哥们 结果连你都不知道 他根本就觉得你不重要 有没有吗 你先生很奇怪 全都领我一下 他不是想要闹吗 跟他一样 然后我就很不爽 然后他很在乎 他有点说 你把我当什么 我们从小到这么重要的时刻 你竟然不跟我提 不过还是恭喜你 而且大海士应该也 大海士有没有翻脸 他和大海士有翻脸 而且徐妈妈也一直在念 陈建桌这个家伙 竟然还瞒着你们两个 那个山峰田舞 黑人范范结婚前离 竟然还多了一个新郎 你新郎名单就有公布的吗 新郎 新郎名单 新郎名单 新郎就是新郎 有个名单 你还有八个吗 你不笑 笑个屁啊 你不笑个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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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讲伴娘 伴娘是那个 他那时候多过分 他说 我要当伴娘 可是就是你结婚了 他说 我可不要当一个出席的明星人 你笑个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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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我要黏一颗去吧 你不一定的 你笑个屁股 你现在还没有公布你的阵容 对不对 你现在还没有公布你的阵容 你新郎名单可以公布的吗 你都犯狼 新郎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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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有八个吗 你不笑公布 新郎会跳 不是 我想还有别人吗 你笑个屁股 你笑个屁股 不要激动 别新郎 干嘛不能口误啊 别新郎 出席就好 出席就好 像伟极很神秘的 不知道要插给谁 你也不错 你也不错 安排一些桥段了 不是笨狼 你那个名单 我觉得要给大家评评理 我这个人觉得很不错 他有要公布了没 可以啊 有公布吗 有有 你今天跟我是很不恰当 我先讲伴娘 伴娘 伴娘是那个荣家 马基尔跟佩茨 他那时候多过分 他说我要当伴娘 可是就是你结婚了 他说 你这交集结婚 以我们的交集 我们的交配当媒婆 其实是没差 我才不要 你说我要捏一颗去 媒婆怎么上啊 没有 就是因为太熟 我觉得这样子 怎么讲 我也不要当主持人 太 close 不会 就要你 就很漂亮很开心 来出席才是最双眼 你姐也这样跟我讲 伴郎名单 对 伴郎就要跟伴娘配一下 伴郎一开始答应就是立红 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愿意一再的当伴郎 不 因为 立红真的好挺 好谢谢他 就是Jason这个婚礼之前 其实他也没有说 他马上那么快结婚嘛 那我们在去年之后 就问立红 立红说OK 那后来本来 5月7号他好像有演唱会 他因为这样来把他撞掉 真的假的 真的 他 那你去Jason那天 不觉得他比新郎 抢戏很多吗 还好 因为大家都知道 因为他毕竟 站在哪都是光 我们也希望也来 让家长开心一下 因为他有王立红就算了 他还有另外一个人 王鸿恩 他不重要 这我不懂耶 然后他还有一个新加入的 昨天应该确定 高以翔 他跟我讲说有高以翔 我说你这样好吗 为什么不好 因为 高以翔在他旁边 黑人会看起来很丑耶 对 好 出行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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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忘了 出行家了 他不是欲交人喔 不是因为你 你在他旁边很矮耶 不是 因为你已经算是瘦了最近 可是高以翔一站在你旁边 你会看起来是胖子 真的 是 因为他脸好小 我不懂耶 高以翔这个的确 你会危及自己的地位啊 不会啦 因为 在那边 其实 自己有自信了 王力宏有高兴听到还有高以翔吗 立宏 立宏他不在乎这个 他完全不在乎吧 王力宏有高兴听到还有王鸿恩吗 王鸿恩本来是安插那个 招待就好啦 主持 类似这种部分 你就让他主持 你干嘛让他当伴郎啊 他也算 因为如果比如说王力宏 你高以翔 你会讲三个出来 就会讲说三个帅哥 可是你中间插一个王鸿恩就 真的 王鸿恩都落泪了 你水水你要整齐 王鸿恩不错的 他在 他那天会带着吉他 到时候结婚那天 有没有任何的时刻 是可以让我们好好哭一场的 因为我都没有参与到 什么感人的 你的意思是要剪一段 十年来的悲喜影片吗 或者是至少要交换戒指 或是先投杀 让我们哭一下 有 从井里爬出来怎么 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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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吗 你要那个吗 我要哭 真的 婚礼一定要哭才行 真的吗 交换戒指 你这样给星人很大压力 我以为他们没有设计酷的角度 不行 就像演唱会 你没有唱播音哪 对了几万种 有什么有我解啊 没有 因为我们这些朋友是 陪了你们那么久 就想要你知道 你有站在过客人的立场 想过婚礼这件事 他觉得说就行礼如鱼就好了 其实都是以客人为主 就不要让他们感觉到麻烦 或者压力 因为 可是他现在有要求啊 他要戏剧化 就是你们要有一个 有交换戒指吧 有 有交换戒指 有有有 那会有先投杀吗 有啊 然后会说你愿意嫁给我 再重演一遍吗 那应该 那会吗 因为牧师会问吧 不然去教堂干嘛 也是 牧师会讲一段很感人的话 他会说 是不是不管你生病什么什么 都愿意守候着你 而且我 你自己是根本在脑子里面演完吗 那我要哭 要 要交换一下那个Vios啊 试词吧 你会自己写好试词 好像试词 因为那天我们 在Jason的婚礼完 因为 跟立宏一起当伴郎嘛 就送他回家的时候 他说你的婚礼 如果是走西洋的话 因为他也曾经当过他哥哥 他说试词就很重要 要写 他说你现在有空可以开始想 你想了吗 我还没 我说 心中的日月有沒有 不要乱出收主意 求婚后 你有一块终于说 心中大事放下 他再也不会像当初 看他吃牛肉面的时候那样 嫌弃说 怎样这个人 什么下半辈子 你说嫌弃他喔 不会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一起 十年有一个 有一个三个那种 比较不成文的一个原则吧 第一个就是不要失联 就是再怎么样一天有通电话 就算没有见到面 吵架的话 要当天就和好 再怎么样就是 不要到隔夜这样 当天要和好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不要轻易的说分手 吵架的时候 吵架的时候 所以你们从来没有提过说 干脆分手好了 对 所以吵架的时候 都是谁克制住 不要说出这些伤害人的话 我要克制住 但是 他 低头的总是我 你会到下跪求饶吗 那倒不至于 男儿膝下有黄金 你会把她推到墙上去强吻吗 完全不可能 我怕她咬伤 陳昱说你没有对饭饭做过这种事 哪一种 推到墙上去狂吻 没有 他都会想看吧 我想看的 不要 不可能 她每次打电话 她说 又摆脱饭饭 昨天还讲的时候 她都说 她在 我說她在厕所里面洗澡 她说 那你还不 冲进去把那个热水 他也在那邊 你斷提一些說主意 我們現在播黑人 到康熙來做過的事情 然後播完以後呢 他就要對芬芬做同樣的事 拜託 怎麼這樣 這個精采喔 看一下 不然你用康永哥試試看看 他掙脫了 真的會掙脫不了嗎 你是個掙脫 黑人按住以後 他騎上去那種感覺 黑人這隻很大 還會用到地啊 可以 還滿乾淨的 康永哥你掙扎看看 你真的要看 現在有什麼動作 你就是假裝你在這樣看電視 喔 就這樣啊 衣夫人 欸 我們繼續聊幾個話題 然後趕快來啦 為什麼會 你很傻 啊 真的啦 真的啦 來 來 來 你還站起來 還站起來 還站起來 我會這樣 我會做的動作是先 我現在在你床上是不是 對 然後電視在床 然後會靠很近 然後重疊的一個感覺 還重疊 重疊有沒有 然後就開始 它也跟湯匙一樣 然後會再壓過去 這樣子 OK 好 掙脫 掙脫 騎上去 騎上去 對 騎上去 不要動喔 快喔 對喔 騎上去 你也壞喔 好 騎上去 好 騎上去 嘿嘿啊 哈囉 有件事情一直想跟你講 真的嗎 就是 你又追起來嗎 不是 就是 你的節目我其實 其實我都有看 好 所以你有常聽到這句話 謝謝啊 不是 是 現在 現在不知道 有沒有機會 對 我想請你的話 我比較刺激 我可能沒有辦法接受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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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親嗎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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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東西 老大 他就流眼淚了啦 他超酷的 不是 我跟你講 他好猛喔 他就是整個牙齒這樣 撞就我 然後我就跟他牙齒 他整個 好可怕喔 怎麼會覺得這麼無敵 你怎麼這麼勇敢啊 真的 你好笨喔 他恐怕是整個電線 唯一對我猜的人 對 一個進入妳的人 我太失禮了 整個柔靈 你當時在想什麼 我都好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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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記得他回來了 跟我講說 今天我親到康永哥 怎麼這樣興奮呢 好古怪 所以有兩個選擇耶 好古怪 第一段跟第二段的 還有一個選擇 就是你對唐志忠做過的事情 哪一種 他有在唐志忠 他有叫唐志忠看遠方對不對 所以是這樣 他對許媽媽有這種 你說那個在節目上怎麼做啊 什麼事啊 他說叫唐志忠看遠方 然後唐志忠看了之後 就覺得身上熱熱的 因為陳建舟在他身上小便 然後他就把 他練完球回來 就去他們家洗澡 他很快去他們家洗澡 他很快去他們家洗澡 然後洗完澡之後他就 你就拿傘是不是 對 開了一把傘 他開了一把傘 然後就這樣走出去 然後我媽在煮菜 他在我媽後面他說 徐媽媽 然後我媽轉過來說 幹嘛啊 然後他就把傘拿開 他說 他就這樣也很好啊 看到他潛朵 這事實在你都可以演啊 泛泛沒帶黑人的傳潔 用情歌來彌補 要送我那個戒指 我才會很害怕 因為 你知道我在覺得 好像會弄不見他 在家裡 不戴啊 為什麼不戴 感覺他會嫌棄 我沒有 那很 真的很漂亮 可是萬一你洗澡 他已經結婚前卻是一個 很重要的節奏 是 然後 對啊 但是 在他面前這樣唱歌 我覺得還蠻奇怪的 好甜蜜喔 好甜蜜喔 你是我 最重要的決定 為什麼他可以對別人做 那麼多下流的事 對你都不會 對 對啊 好奇怪啊 可是你都知道這些事對不對 我知道 可是至少有比較可愛的是 譬如說他說你看那邊 然後轉過來的時候 他是親你嘴巴吧 他對我沒有耶 連這個都沒有 你們兩個現在不會沒有接吻了吧 叫你看遠方然後不接吻 哎呦 不要啦 他不喜歡那個 我懂啊 他不喜歡親嘴 對 他好像 不大喜歡蛇吻這種東西 蛤 我跟姐妹可以 蛇吻 那你們兩個蛇 我跟他 我跟范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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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范范我可能還比較願意咧 真的 對啊 真的 那這樣成年秋怎麼辦 他就找 我就買豬舌在那邊 直接要練 你有抱怨過嗎 沒有啊 就 偶爾就 放肆一下了 對 你會裸露跑來跑去嗎 他是 人生就是 裸露是他的一個 就是我不知道 抒發情緒的一個宣洩的方式 有 他媽媽也有 有祷告嗎 應該 沒有 第... 我... 你媽媽也沒有看過我第三點 有 你那時候卡下來是全裸啊 我記得是有一個那個負擔啊 沒有 全裸 全裸他很喜歡在各個最... 因為所有只要是黑人的朋友 球隊的任何 大家都... 世界上好像沒有人沒有看過他的裸體吧 我們朋友間 他氣到哭的時候 你第一次會嚇到嗎 他說哇 哭了 還說你後來習慣 就是很愛哭 第一次哭好像 也不是我害的吧 對啊 工作的壓力嗎 還是什麼 就整... 就整他的時候 就會覺得有那種... 但是你害的啊 對啊 整他不是你害的 明明就是 就自己也獲得不少的那種回饋 那種心靈上很滿足的感覺 你整他每一次都有成功嗎 幾乎 他到現在還是很好整嗎 很好整 有一次我覺得 我自己滿得意的一次就是 魚人節那一天 我同時整到他很小S 哪一年的 去年啊 他很近啊 去年... 去年魚人節的時候 差不多也是接近12點 已經魚人節快要過了 然後我就打電話給他 我在車上打電話給他 我就說欸 今天我們參加那個 結果剛好有一個試音會嘛 我現在在... 我現在人在醫院裡 因為有一個攝影大哥 從三樓摔到二樓 他說怎麼會這樣子 他說他要我負責 然後我覺得欸 他好像上高樓 我說因為那攝影大哥 自己有很大的問題就是 他自己拍攝的時候穿女裝 穿高跟鞋 然後就開始發生推擠 他說那就是那攝影大哥的問題啊 然後我就說 對啊 那現場有推擠 他說為什麼推擠 我說因為林鎮盛導演跟 被拍攝的那個孩子啊 因為戲份的關係 開始打起來了 就開始單調 然後把他起來打一打 然後他被推下去 然後我就覺得這他也... 他說真的假的 你讓你告他 你說他自己女扮男裝 重心不穩啊 然後我就覺得 他這個還信喔 我說而且他拍攝的時候 他還帶了一隻狗 他拍攝了他還帶狗 然後我講說這他也信 然後我再繼續騙他說 對啊 而且那狗 現在要安撫他 他好像在外面咬警衛 我們在醫院外面咬警衛 就很方便了 咬警衛 你報警啊 我說不行啊 那隻狗很罕見 然後因為路人都在拍照 我說什麼狗 我說熊貓狗 因為他變成一隻 很像熊貓的一隻狗 他說 神經病 然後突然覺得熊貓狗 台北市就是 然後就是 然後就 然後就 我聽那麼常才發現 沒有 這一次穿你 騙好久 這一次穿你 這一次穿你 我這一次穿你 到那邊拐盜 就講 小季這樣拐捷 他還信 因為 雲元節我都會防著他 因為他 每一年都會騙一個很大條 他也是 都會騙我 可是范瑋瑋 妳是一個在乎節日的人嗎 就是他每一年什麼情人節 聖誕節 他得要表現得很好嗎 完全不會 我覺得過節好煩喔 所以他不用費心 準備禮物啊 什麼這些東西 因為他後來 他這幾年送我的東西都是 加電類 然後什麼電器啊 不然就是 這都是為了未來就加準備的 買人他自己還可以用的 對啊 什麼iPad那些 iPad啊 電話啊 電視啊那種 我都送我這些啊 就是用 用妳的明目來準備家裡要的東西 對 他送給我吸塵器 吸塵器 怎麼可能 那是正品吧 孫芸映拍得多漂亮喔 他如果解釋時尚的話呢 你是專程去買內置給他的嗎 沒有 就剛剛 不是為了拿孫芸的海報吧 沒有簽名正討厭 對啊 送我LV包包 這是那種你知道 大包 隔天自己拿回去背 背到現在 沒有 就 我希望實際一點 然後不要浪費那些 大概算是很好對付的女生 非常好 沒有公主的要求這些 對 所以他送我那個戒指 我才會很害怕啊 因為 你知道我就覺得 好像會弄不見 因為我自己又是很會弄丟東西 戒指呢 在家裡 他不戴啊 為什麼不戴 感覺好像嫌棄的感覺 我沒有 那很 真的很漂亮 可是萬一你喜歡 好煩喔 我他會不戴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沒有 因為萬一他去洗手 然後把他放在洗手台 沒錯 你看你也不戴啊 我不戴啊 淡淡黑人深情演唱 康永小瑋斯感動落淚 你是我 最重要的決定 我願意 打破對未知的恐懼 我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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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感人了 這樣才會扣 不要這樣好不好 扣哥你也扣 扣哥你也扣 扣哥你也扣哥 好了大家好 放輕鬆 他有時候會有一些 我真的會很想把拖鞋這樣撿起來 從他頭這樣扔過去 就比如說 你會覺得他很像在演那個 《命運好好玩》裡面的那個 Adam Sandler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就是他的 他人在你旁邊 可是他的靈魂就根本就是 被切到別的模式去啊 就是他會這樣坐下來 然後電腦在這兒 然後兩支手機 一支在講 然後一邊在上微博 然後電視打開看球賽 然後裡面的電腦還要再開 一邊在那邊 你知道嗎 連微博或什麼 對 然後就是 就是不能 就不在我方面 那妳跟他講話 他會回答嗎 會啊 會 他會回答 然後就是 處理一下 處理事情 對 什麼媽 妳繼續說沒關係 什麼 那很 就是你知道 有時候我會覺得說 好像是跟一個 就是 Adam Sandler在交 處理事情 就他會一直到了 另外一個模式去切換 然後在車上也是啊 他是不是真的太忙 日理萬機 他真的有很多事情要 處理 因為他是那個 喬事情 喬事情那個大王 對啊 而且真的很多人 需要他處理 比如說 很多事情 要他處理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有那麼多事情要處理 可是妳有跟他吼嗎 說 然後他會抖一下 然後就真的醒過來嗎 一開始會就是 啊 到後面就是 好啦 再想 然後就這樣 有沒有 就是叫我這樣 等一下再說 等一下再說這樣 等一下根本不怕妳啊 不怕 真的嗎 是啊 真的有時候會 還是會怕啊 所以他什麼事情會怕 抓狂 就是真的已經到那種 要動手動腳 那就代表事情到一種程度 可是打你也不痛啊 對啊 打下去那一 就是心碎 就是啊 心疼他這樣 動氣 真的 我沒有敷衍我會心痛 所以你在那邊 一直魂不守勢 不聽他講話 他如果真的很很痠 你一巴掌你會怎樣 我很震撼的這樣子 我的天啊 你們兩個約好 不可以甩巴掌嗎 甩巴掌 我覺得我們 我沒有在管他的財務 我也不清楚啦 那妳也不知道他會不會 跟有一天回來就說 我上次有一個投資 破產什麼 這樣 沒有就比如說拍 態度紀錄片的時候啊 他就回來跟我說 風丁我要花五百萬拍那個態度 然後就有一點傻眼 因為紀錄片 對 怕回收困難 五百萬 你丟到水裡面還會咚一聲 可是你拍紀錄片 是咚都不會有聲音的那一句 妳有講出這個對不對 他有講 他跟我講了好幾遍 我沒有跟他講 他跟我講好幾遍 但是後來你看到他 就是真的開始 他就是來真的 他隔天 我還問他我說 你五百萬要買一台車好了 買車我還可以坐啊 他還可以開 後來他就這樣 你看到他那個眼神裡面 有那個小宇宙 就是爆發那種炙熱的 你就知道他應該是來真的 隔天馬上去買了 二三十萬的器材 然後播出的時候 我們都哭啦 在手印 我覺得還好我有 就是沒有反對他 然後就覺得他做這件事情 我要那個 就是要義無反顧的支持他 可是他當時跟你講 董醫生就沒了 你也沒在在乎啊 對啊 因為要 那你跟他講幹嘛 還是要報備一下 因為也不會跟別人講嘛 就是說這個事可能是 要花一點時間 然後也預告說 這個時間可能會 所以他勸阻一下 結果你也就聽一聽就算了 因為想做就是一定要堅持 而且後來范范根本就是每一次都會 一開始先反對他 結果到最後就幫忙到不行 你不是幫他弄音樂什麼什麼的 他就幫我開始接一下音樂啊 練團式啊 因為找一下地下樂團來伴奏 這樣 那就是要跟他知會一聲嘛 感覺是非常適合結婚的人 他們倆實在太配了 太配了 反正就是至少 如果他真的就是做生意失敗 或什麼節目都停了的話 至少我還可以收收房租 我們兩個OK啦 我們有范瑋琦小姐 在剛戲前的片段嗎 不錯 大家第一次要親妳的時候 有表現出很下流的表情嗎 還是有在裝害羞 妳是不是第一次親我 是把妳推到牆上去狂魂嗎 還是沒有 我記得好像是在車上對不對 不然會這樣子 是怎樣 我有點忘記他 我真的會來這裡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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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回顧一下你們那種感覺 就是 要下車的時候 Haren哥好像把門鎖起來 就是那個 他有去打那個文員杯的一個比賽 然後 反正我真的不知道那是一個比賽 那是一個業餘的籃球賽就對了 然後 我就拿了一份那個報紙 然後我就進去想說 好 那他練球的時候 我就看報紙 看完也差不多他打完了 我們就可以去吃飯 結果 後來我就聽到一些哨子的聲音啊 還有一些你知道 球迷在拍手的聲音 我想說這是一個正式的比賽嗎 可是那時候已經半場都打完了 只剩下第三節跟第四節 然後我就 感覺他就從遠方走過來了 就這樣走過來 然後你在看報紙 他就這樣 我對你太失望了 他就走 然後 然後 什麼戲碼啊 對 他覺得他得 那一場他得三十幾分 然後我從哪裡 完全沒看 完全沒看 做一次他每一次投進 你知道他很care 他就一直這樣瞄了 我看我有沒有看到他金那一球 可是我完全 都沉醉在報紙裡 後來我更狠 我還回他 我說 嗯 不打PSP就不錯了 好 就你要換講自己是性感有物的感覺 好 不要撒寶 Come on boy We're gonna da-dee-da And all that jazz I'm gonna rouge my knees And go my stockings down And all that jazz 你一直在同手同腳耶 我嗎 好丟臉 真的 你好丟臉喔 對 而且你知道我剛才看的時候 我還想說 我們不是在聊那個初吻的事情 對 是不是我們節目幫他做的特效 在臉上有那個害羞 害羞 那是他自己畫的腮紅耶 你畫那 你畫那什麼妝啊 你幹嘛畫特效妝啊 我真的會這樣 我以前都覺得腮紅至上 什麼東西都給他塞那個腮紅 好 所以這一次的新專輯呢 你唱的歌裡面 就是有跟婚禮有關的嗎 對 有一首 就是那是陳小霞跟姚若龍大師 幫我量身打 他們用他們的角度來看 我死客心情 叫做最重要的決定 然後也是啦 因為畢竟結婚的確是一個很重要的決定 是 然後 對啊 但是在他面前這樣唱歌 我覺得還滿奇怪的 有一點點心 你在自己的婚禮中應該不會再唱歌吧 不會 就朋友們唱就好了 對不對 對 一定要 你們婚禮會有酒吧 會 會 不然 不然他們都不喝的啊 你真正翻臉應該是這件事吧 會了 好 親愛的 我們要翻翻唱歌 可是妳要用好友的語氣 就是要祝福他們嗎 我爸我會哭耶 不要啦 妳要說吧 好啦 因為其實講真的認識你們那麼久 然後等你們結婚我真的等了非常 非常著急 然後中間有經歷覺得陳建柱好像是不愛妳了 然後沒有要娶妳 妳最後就會忍老朱晃 生不出小孩 就是我本來以為最後會這樣 然後妳會寂寞 結果還好陳建柱跟你求婚了 然後我非常非常的開心 你們一定會幸福一輩子 大姐 好感謝 很愛 謝謝 最重要的決定送給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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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好痛喔 我常在想應該再也找不到任何人像妳對我那麼好 好到我的家人也被照料 好到我的家人也被照料 我的朋友還為妳撐藥 你還是有一對毛病改不掉 你還是有一對毛病改不掉 熬起來起得鮮魚都跳腳 可是人生完美的事太少 我們不能什麼都想要 你是我最重要的決定 我願意 我願意 每天在妳身邊 每天在妳身邊 熟悉 就連吵架也很過癮 不會冷逼 因為真愛沒有輸贏只有親密 你是我最重要的決定 你是我最重要的決定 我願意打破對未知的恐懼 就算流淚也能放棄 就算流淚也能放棄 將心比心 因為幸福 沒有結局 只有記憶 太感人了 太感人了 你這樣哭我 我也想哭 不要這樣好不好 這顆子真的很感人 對啊 因為我看我們的比他還超級 不要這樣子 愛你 妳要跟我好好對泛泛 這個王八蛋 就好 好啦 大家放輕鬆 放輕鬆一點 憑然剛剛超不投入 我很投入 憑哥你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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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憑哥你 我剛剛忍住不看他 不然會笑才走 你在幹嘛 快扭轉氣氛把憑哥拖了 這麼一個感性 又有人性的主持 我們很有人性耶 真的 對啊 我剛剛很投入其實 你沒有啊 我有 我想事實 我想事實在 你歌詞第一句就說 才不會有人像 對我那麼好 你有沒有 好可愛 憑哥 憑哥 就兩位主持人哭成這樣 你們兩個怎麼那麼可愛 我 這時候趕快哭一下啊 黑人 加油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不要 不要 你不會覺得那個歌 就聽起來很動人嗎 有第一次在 已經很乾了 好乾哦 你 你說你第一次聽到有哭是不是 對 講真的有嗎 真的 你有聽過嗎 第一次在家聽的時候 因為我的那個mail啊 Gmail跟他共用一個 然後每次他公司傳來的時候 我可以先聽到他們唱好的 你講他Gmail共用的時候 哭什麼 你跟我的聲音 你太奇怪了吧 你怎麼講 我把我的mail跟人家講 我上次跟馮德倫講 我說我的mail 他為什麼說我後面是318 我說318是他生日 他說那范范也用這個啊 他說 對啊 我們兩個共用那個mail 怎麼可能有人共用一個mail 然後馮德倫就說 哇 你們都瘋了 你也這樣 你就不能有private的信件啊 對啊 被人看到 什麼private信件 這才值得哭啊 什麼笨蛋師 而且他早上去買東西 就連我沒有很多垃圾的東西 我應該要親十幾個 什麼雙面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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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沒有 搞壞的狀況還好喔 好來 祝你們的心 我們先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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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靈的一大動作 謝謝大家